阿美和阿俊是一对新婚不久的年轻夫妇 俩人因为没有积蓄 所以就搬到郊区隔阴很差的公寓 准备暂时过渡一下 这天一早 俩人在楼道 遇见了隔壁邻居老王 老王一见到新来的邻居 就表示欢迎 还说那个公寓经常有新人来住 但是一搬几个月后 就会搬家离开 阿美听后就非常感谢老王的提醒 还说自己没钱 一定会煮很久再班的 看着阿美靓丽的背影 老王的内心有了一个大胆的计划 也许阿俊不知道 他的倍率之路将从这里开始 而老王也有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 那就是每当夜幕降临 老王总喜欢女装打扮 满足自己扭曲的内心 这天一早 老王忘了卸妆 就在楼道打扫卫生 这时 阿美刚好买菜回家 居然没认出老王 还以为这位大娘是老王的妻子 老王健壮 也和阿美尬聊起来 让阿美有空来家里做客 叫阿美烹饪鲍鱼汁 深夜 阿俊下班回家 阿美过来高兴地对阿俊表示 说自己和老王的妻子交了朋友 以后白天有人聊天 再也不会无聊了 阿俊听后 也表示很高兴 让阿美无聊的时候 就去老王家里做客 这天一早 老王还是一如既往地 化妆成女人 在楼道打扫卫生 这时 阿美很高兴地过来聊天 但是 老王在得意忘形之时 居然把假发弄掉了 当场就吓了阿美一大跳 面对阿美惊恐的眼神 老王只能连连道歉 尴尬地匆忙回屋 在那一刻 阿美才发现 老王应该是从脑科 偷溜出来的病人 深夜 老王和往常一样 把耳朵贴在隔板上 默默地倾听 隔壁传来的运动叫喊声 到了激烈的时刻 老王无法控制内心的冲动 狠狠地 把拳头砸在墙上 以表抗议 这天一早 阿美出门后 又一次遇见了 打扫卫生的老王 阿美见老王如此爱干净 就让老王继续下去 老王则在阿美离开之后 鬼鬼祟祟地来到阿美家门口 悄悄地打开了房门 一来到阿美屋里 老王就打开冰箱 把祖传秘制的快乐调剂 加入了阿美的饮料之中 不仅如此 老王还在阿美的客厅 安装上了针孔摄像头 希望记录下 阿美日常的一举一动 可就在老王参观阿美卧室的时候 阿美突然从外面买菜回家 一进家门 阿美就拿出了饮料 大口地喝了好几杯 渐渐地 几分钟之后 阿美突然感到了 从未有过的炽热 一股莫名的暖流在体内奔涌 让她有了一切千里的冲动 就在这时 老王发现阿美需要帮助后 毫不犹豫地伸出了援手 深夜 阿俊下班回家 一进门 却发现阿美还没做晚饭 也许阿俊不知道 阿美在白天的时候 与老王浪费了太多的时间做运动 全身都酸爽疲劳 严重脱水 而老王自从与阿美 有了第一次深入互动交流之后 越发地变本加厉 居然还以女装的样子 要求与开启剧烈的运动 面对老王的奇葩要求 阿美只能默默服从 这天晚上 阿俊下班回家之后 居然四处都不见阿美身影 就在阿俊纳闷之时 突然听到了隔壁老王屋里 传来了奇怪的叫喊声 也许阿俊没有认出来 这些奇怪的叫喊声 正是源自于阿美的努力和汗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